用的東西 你懂什麼,一些文字的東西 人家會太抽象 照片的意義在這裡 你拍那些照片就是讓人家知道你在講什麼 或者他過去有什麼 喔,是燒 喔,文化,燒王族 最近 最近很多那個攝影 就是那種商業攝影或什麼攝影 最近王族一直在燒,好東西在燒王族 守護行動 對不起,我就燒了兩隻 拜託,因為叫他們兩隻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 慢慢的,像我們前面講是比較暖性的 文化的環境的生態 那種東西是可以慢慢講的 可是很多東西其實 現在其實大家會問過很多就是什麼 那個地區被,要被開發了啦 那個地區要被破壞了 然後很多抗爭會出來 那其實這個抗爭行動裡面其實就 很缺乏所謂的記錄字 其實你不要看說什麼 公民記者什麼,我覺得很重要 很多記者去 上次我跟大家講過這個 幾倍 搭配記號再換床 一個記者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我們跑兩道 確實算很強 可是他這事情發生了三年 你覺得你兩道被敗三年 得多少東西 是不是 所以這很重要是當地的人 很長期的去做記錄 沒有關係,或許沒有辦法說一直劍爆 可是我相信這個東西只要被留下來 它會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影響 我覺得這東西就是我政治城 那 拍啊 說你不能只是寫 我要告訴你有多少居民 阿伯阿伯總共聽出來 阿伯阿伯總共聽出來是什麼樣子 給你看照片 是不是 這是照片的重量在這裡 當我給你講一些東西的時候 古文字的東西我可以造假 我可以誇大 有時候影像 當然也可以造假 可以誇大 可是至少 你可以看出一些比較 比較比較真切的部分 你看這種東西 大概你就會判斷這個證明是 那個 抗爭的那種初學者 還有這種 是專業的是不是都已經去 捐印了 是不是 這是很 很庶民的抗爭 否則你看現在如果 更強一點的是不是都已經 作弊到 還有 還有一個畫質的炸畫這樣 OK 好 遊行中的拍攝 那幾個點 第一個 大幾 反正遊行 我其實講這個很重要的現實 遊行永遠就是讓 這種看到很多人站出來 那種氣勢 所以走過去一個角度 或者走過去拍出那整個大的氣勢 我想那遊行拍照 你不能總是遊行裡面 然後你拍去拍個大遊行 五十萬人的大遊行 那你就拍三個人等 然後你可以講說 拍五十萬人的大遊行 然後人家又不是看到三個大遊行 五十萬人的大遊行 那你想說這怎麼看得出來五十萬人的大遊行 那你想說這怎麼看得出來五十萬人的大遊行 是不是 所以第一個 整個大幾 這遊行的拍什麼 整個大幾很重要 第二個 訴求是什麼 像這我看不出來 頂多可以看到這些小小 是不是 拍幾個特色 是不是 很明確人家就知道 反而的 反而的遊行 反不貌的遊行等等 好 然後 是全家人出來 好 至少這個感覺 小孩子也出來 好 那就是有一些東西會 小孩子啦 然後 老人 就是有一些東西 他是比較動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然後 要等啊 他們看的鏡頭是最好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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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想 他竟然走出來遊行 那 又不再肯照 其實我必須要講說 他已經 很樂意這樣拍了 不可以說不樂意啦 不介意 你拍了 是不是 你如果 因為走出來遊行 他也知道 你現在去參加遊行 你敢去假設一個遊行 旁邊都沒有攝影記者 都沒有攝影門了 你自己心裡會這樣想 不可能吧 你是不是一出去你就覺得 你應該是會被拍到 所以你不想被拍 是變成是不是反過來 我這樣子也講 是比較是你的責任 你自己可能要戴口罩 戴帽子 或者 如果你都不戴的話 那你不想 任者拍 你是不是要貼個拍子前 不要拍到 是不是 我這樣講 會比較直接啦 因為既然是一個 有請我出去走 其實站在公共照顧 大家都在拍的時候 我覺得 在裡面的人 除非你如果真的不想拍拍 就是自己 做一些比如說那種 遮蔽的人 好像他不想被看 就是 自己做一些遮蔽的人 否則你在這邊 你比較難主張說 你不可以拍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人家拍到你 也不太有構成 除非他 我這邊寫說 那個報導 違反小孩子的意願 小孩子覺得沒長過失落 那幫你覺得 幹活 你懂的意思嗎 我一直在這裡 如果想說 既然去參加一個遊行 我不知道 我想大家也蠻希望是說 讓人家知道說 我真的出來為這個運動去 去耐力 那 如果說真的是 有其他的 你知道比如說公布的 有 我知道有這個 那 我覺得 可能是他自己要做 哲平 那萬一不行的話可以 他 如果說我撥上去 網路上 他來跟我講說 我是公布的 其實我是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不應該贊助 不應該 不能說不應該 只是說 可能會有壓力 那我的話 我就說 我想成是彼此 可是 如果你什麼都不是 他就覺得說 沒有 你給我眼睛拍的外圍 我覺得那張照片 大哥那你叫我 沒有一張照片被發 就是 等不動位置 就是說 可能 我現在講說 公眾人物 被迫行的公眾人物 因為他在一個公共場所 那今天可能 可以考慮就回去 他是不是弱勢者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隱情 隱情 或其他可以去討論東西 但是你不能說在這場所 每個人都說你不能 那我 我也不肯 我這個肯定哥 二三十個人才去拍照他 我還穿過了一句 大哥你要不要給我拍 不可能吧 是不是 好 那 好像就是晚上拍一些 那個抓角度了 是怎麼去購那個圖 好 封鎖線 這個是 現在那個 公民其實要練的功夫 現在警察越來越多 然後那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他就先找那種 拍照片的一些東西 以前 以前 以前警察 他都先抓那個 他都先抓那個 你說他對付 他 對付 因為他現在 就警察以前 不是那麼聰明 沒有 以前 他都會先去抓 坐在地上的 然後那些粗魯的照片 全部都被 跑坡上去 他就開始被罵了 但是 所以最近我覺得警察很 很賤 他開始會先把 攝影的人先弄 主打 去 然後再去祝報 我覺得這點很糟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是 我覺得後面要再去 包括什麼 封鎖線 裝備信 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是 對於新聞的 不只是信用自由 是執法的正義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傷害 那我覺得這東西到時候 到時候有機會還是要看一條 好 這是那個 旁邊這個 施法什麼 這個隔壁這個叫什麼 花花花花 然後 對了 你拆房子 用這組合線 你說組合線 這個全部組合就好 它卻還有分的 像我們記者可以進去 我們只要我記者證 就會進去 然後一些人都可以進去 然後 這些所謂的 聲援者就不能進去 所以那個東西 其實 這一個來的都是有問題 這都有人家很大 或是小小的 今天你說我為公益就算了 你幾乎是把整個 你幾乎是把整個那個 萬圍這個區塊 全部維取 就是不讓人進來 那個都是 我們講的 那是執法過大 你拍那張 你在裡面 英文拿記者證給他看 英文拿記者證給他看 OK 英文拿看 反正我必須講是說 對啦 我就是有兩個生命在那邊 有時候我會拿記者證 可是我已經自己在做事了 我覺得說 OK 然後 然後 拍這個 我為什麼要拍這個 那個 拍上這種舉動運動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放照片的時候 稍微瞄一下你的照片 為什麼 不要變成警察 收證了 恐懼去癢 因為警察有時候 拍上其實很大 或者是 大家也很注意 反正 反正 那個 也是有用要負責 讓警察 拍不到東西的 所以 他有時候 他自己的相機 自己的攝影機裡面 拍不到東西 他會在網路上去搜尋 這些照片 那我再放的時候 就會注意 對不起 這時候 這不叫妨礙公務 是你警察去推他好了 你懂的意思 可是如果是他伸手 那我就不見得會發 你懂的意思 如果我拍了二三照片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放一張伸手 那這張伸手 警察就可以去解釋說 攻擊警察 因為他近代伸手 可是警察可以詮釋說他是 出拳或等等 那種所謂的 攻擊性的字 你懂得意思嗎 所以我再放這些 我是一直按沒有錯 那時候你沒有什麼 時間去構讀什麼 沒有沒有 我就是一直按 可是我會很清楚 什麼照片我可以發 有沒有 沒有啊 這張你拿去用 然後你拿去 你送去法院 那個法院就會說 那你警察 拿著盾牌打這個人 這個人不是自己去 當然他在頂 他在抗拒 可是你懂得意思嗎 他這樣是那種被迫的 被迫的那種 就是我站在我的位置上的那種 但是我不是跟你警察去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你要去看那些東西 有沒有 那這樣是關鍵的 警察粗暴 熱身的時候那個 這很順 你把人壓成這樣子 而且對不起 這是 我這個是從 我這個是從影像上面解下來 我那是拍影帶 他是有一連串的 一連串壓制的過程 那個壓制包括 這個人根本已經 他也是一個攝影者 那個阿 阿什麼的 那個是那個 他也是一個攝影者 他已經整個把 他人根本就已經沒在跟警察 已經不是抗爭者 他一樣把他推到 因為那時候那個 他們去堵那個書貞昌 在那個管理 行政院場上 然後他把他推到警察上 他已經完全沒有做這種 所以他已經是嚴重的違法 可是 永遠都不會再辦 那這張是做什麼 這張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要跟抗爭者建立一定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抗爭者 我講一下 因為現在 警察都會罰 那他要從哪邊進來 所以你自己 如果有個聯繫的管道 但是他也會確保你 是自己的 不是他也會跟你講 這就是他們很另外的那個 背影的背景 這裏面都已經是在 扮演那種 在演戲 然後他們決定要重新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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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抗爭就對了 可是從那邊衝 從這波爐 他們要從這波爐走 那 我知道 可是 可是我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我有去跟 我以前講那個,那個時候我不是基準,那時候我是自己 買車票去檢查,我是個人 那個人還是被檢查 我最開始講說,那個玻璃有點危險 因為警察又有防你,防你要找玻璃 所以他又把那玻璃有些數 然後有一些是拉傷,可是這種大玻璃 你知道嗎?不好拉,而且它是不好的 它不是那種不好玻璃 你萬一太強的 太強的衝撞到玻璃後是會受傷 所以,我不知道 可是我比平常講的是說 我跟他們講,他們還是決定要闖 那我就我的角度而言 那今天我不是要去闖 我想要把這些所有的記錄一下 給全世界人趕,或給大家趕 所以我就要站好位置 就等他闖 你懂得是嗎? 如果我是站在不對的位置,他闖我更會怕 所以我知道他會從這邊來 然後我就必須跑,比如說他 我就會在那邊等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看到玻璃 你還一直看幾張都沒有 就是我跟你們講說,靜態的東西 就像剛才那個齊波這樣 靜態的東西都沒問題 來來來,擺拍 下一個,等一下 等到自然間再拍,那都沒問題 可是像這種運動衝撞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拿著相機一直拍 有時候你要站在旁邊看 假設你要拍衝突 假設你要拍警察打 假設你要拍出一種 比較動人的螢幕 你要去 不是一直拍,而是要等 要看 警察會打 警察會打,就一定是有幾個動 警察不會弄 報警,不會突然變成報警 報警絕對是前面那個警察就已經 我覺得應該都有遭遇症 像我們好幾次都這樣 那整個開始已經在那邊站一邊很爽 就是已經在那邊很狠狠 那種狠狠狠的警察 然後大概等到忍一擊的時候 他就是一定會第一個去 去動手或是爭取去修理的人 你就一直盯著他 如果你要拍警察打 就是這一個人就可以抓 然後拍,然後現在大家也更清楚說 不只拍你 因為拍你警察說 那個警察都抓不到,相機都抓不到 還要拍他被罩 好是不是,現在拍上去越來越多了 然後,比如說誰,哪一個阿姨,我給你哪一個 都已經很氣了,然後在流眼淚 他等下可能會跟警察對話 會去教訓警察或會去講什麼 那時候你要去拍到那種比較動能的 言詞或等等等等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在說早可以 可是有一些人講話,我們叫方向 那時候 你知道嗎,我最近很直接的 他一哭一講的時候 欸,那全台灣多少人給我看見是 那個心都被他勾著著 紅袖褲,是不是 加倍毀了,然後先生死了 他一出來講話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不心痛 是不是 那所以他一旦 這些人就是你們會去注意的人 剛剛開始要出來講話的時候 不管是你要拍他一張那種比較動能的照片 或者你要去錄他講話 讓人家很碎心的內容 是不是就事情要注意的目標 是不是 所以我說在這種動態的攝影的時候 不是說就是好像那種遊俠到處拍 不是這樣 有時候你反而那個動態 你就必須是一個很安靜的 然後在旁邊外財 有消息 他會在哪裡貴,會在哪裡丟雞蛋 有消息就先到 固定的位置等 沒有的話就是在旁邊看 誰可能是會,哪邊會衝撞 哪邊會有報警 哪一個人會開始很生氣的去講什麼話 這就是在現場你要開始做那些預判 那個預判就是 免得到說一突然發生的時候 來不及拍來不及錄 因為那個東西不會 你懂的是 他不是在演戲 那檢查打一棍他不會打丟 是不是 你能拍到那一棍那就OK了 那你在檢查 所以你這種就是要耍賴 要不然就是證據 好 拍攝工具 幾個 20 20 20 好 那大概是 現在一句話 請